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要知道深花对这两个中锋冲军能力很强 但是今天蒋光太出场了 他的扛冲撞能力是不错的 另外李昂有不错的身高 再看几球 古斯塔沃 这是古斯塔沃在边路一对一 凭借自己的身体对抗的优势 硬挤进去 形成了进去内底线位置的横传 王正这一扯呢把任强单人给扯走了 所以奥斯卡这个球没屏障的情况之下 发的这个落点非常准 是 45度的任意球的协传 到进去内点球点的位置 上海港队呢是两名球员 包抄到了同一个位置 开场这两次啊 一个角球一个任意球 海港队都是常坤的主罚方式 是 给他做出了这么一个盛门机会 是 角球开起来去后点 头球到门前 从后门柱的头球睁顶回到前门柱 上海生华队呢前后两点 高空球全都抢到 这球 这是安德烈路易斯 你看他的跑位好 为什么 球一过了他之后呢 别人站在原地转身看球 而他在转身的时候呢 就向球的方向迎着跑 是 但是这个内弧线呢 兜得比较厉害 对 边球直进来 下到底线 右脚传 倒三脚 哎呦 这脚伸门啊 也是在小金区线附近 北上海生华队的防守球员呢 用身体给挡出去了 非常好的内部的穿插突破 下底的倒三脚的传球 看下这球 这球呢 吴磊的应变好 为什么他应变好 本来都以为他这个球要给王正 让王正奥发呢 结果他一看齐塔迪尼要球了 突然间发出来了 是 马赖来 背身拿球转过身来 给到右边 给到左边 传中传得非常好 主攻上前的左边后卫 16号杨泽祥 调整到右脚气球 但是呢 后门柱包抄像是这个 十奥特起了 对 看一下回放的慢镜头 其实这个位置很危险 李帅处于两难的选择 身前有人身后有人 是 这时候宁可要身前 绝不要身后 对 所以他选了一个两步招 来 前场三个人 在这边海港队终于凑齐了 我 巴尔加斯自己往里边突 奥斯卡 调整一下 右脚转起来 最后面 乌磊投球摆回来 结果在进区里面 没有射门机会 这叫射门 这就是咱们之前所说的 海港队的传统优势 是在左边 对 当奥斯卡在过去的时候 形成了一个三打二 是 所以二点球出来之后 给到奥斯卡 他这一脚传球是准的 乌磊在最后一点呢 投球做回来 进区内前后两点 再把球回坐到 大京区县附近 最后呢 是主攻上前的右边后卫 王振奥的一道低射 另外一个呢 就是看这个谁啊 李帅是不是 当时处于阅位置上 如果是巴尔加斯 主动传球的话 那就是李帅 会不会给北叛阅位 基本上属于 背身起跳的情况之下 的一个助跳动作 给这两位解释一下 越位 吹了李帅的越位是吧 哎 这球啊 高天忆有点准备不足 直接带他进去里面 是吴磊的第一脚射门 今天 就是前一个特希拉 在这一侧发出的脚球呢 跟自己同伴没有形成默契 看看这一次有什么变化 还是打到后点 进车啊 调整一步 左脚手门 手边扑球脱手 马来来 甚至左脚往门前扫船 但是呢 是吹了他的捕射越位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 严峻玲的扑球脱手啊 也是非常的惊险 从慢镜头定格画面来看呢 的确 是在进去外自己同伴 远射的过程当中 马来来呢 是处在越位的位置 进去外远射的是 左脚能力出色的 徐浩阳 机会来了 掉车 哎呀这球啊 特谢拉 观察到了严峻玲站位 比较靠外 但是呢 跑动当中 这一调吊射 刚好越过了横梁 斯鲁兹基啊 在场边仰面长叹 失误从哪来的呢 奇塔迪尼 对奇塔迪尼 停球挺大了 而且呢 没有想到身后 马来来离他这么近 这球呢 只能说特谢拉的选择 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基础是在哪呢 得把这个球分量打好 是 好的 奥斯卡这一条 斜转转移 左路 李帅传起来 去后点 投球 结果 这球啊 是顶在边往上 这个呢 还是传统的线路 是 就是吴磊 从后向前 就看身前杨德祥的位置 和吴磊的冲击力怎么样 对 我们再看这球 落点还是一眼很好 是 这个杨德祥即便在位 也很被动 为什么呢 你是被压着 起跳 跳不起来 而吴磊是面对着门 去有助跑 压着防守队员冲顶 堆移数量啊 争取量变 变成质变 这次看门前 结果 球进了 我们刚刚说的 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转换 结果上海港队 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看一下回放的慢镜头 还真不越位 而且最后 古斯塔沃这个球呢 处理得很聪明 他没有发力 而是轻轻地一调 调了一个变相 外向17号 冬天 晚上8号 戴古决 那球 颜军凌是冲到禁区外 越位了 颜军凌冲到禁区外 刚才呢 颜军凌冲到禁区外呢 是倒地 用手把这球挡了一下 但是呢 慢镜头回放 上海生化队这边呢 安德雷路易斯是先越位 对 万围 这个转移球过来呢 有点慢 最后呢是特歇拉 很困难的情况下 做球做回来 戴维俊起脚射门呢 打飞了 是 不过这波进攻呢 神化队组织的 非常的就是说 不一样 对 这个不一样就跟他们之前 一弄就打高球 打冲击不一样 连续的 在前场的倒角之后 形成了两侧的两次传中球 是 这次安德雷路易斯 正的不错 是 嗯 戴维俊 哇 路易斯 好的 机会来了 漂亮 这是高中锋的 四十五度的传中 而近期中央呢 上海港队 投球出现了帽顶 嗯 被后排跟上的十号特歇拉 胸部停球之后 进门推射 扳平比分 看一下回方的慢镜头 高质量的过定球 蒋刚泰 后退起跳 跳不高 再加上呢 他身后呢 王神超也没有及时收进来 是 所以让特歇拉 非常从容的胸部压球 上海港队好的 这条球转移的不错 看怎么处理 给到门前 结果 吴磊的扫射球打高了 喂 奥斯卡这球传的真棒 是 很困难的情况之下 一拿球一转身 其他人前差 他就等着前差之后的 二点空当出来 吴磊内切之后 特意给王神超一个跑位 然后他再回来接应 实际上跑位方面 吴磊这两下的折向是很高的 对 唯一可惜的是 最后这脚射门自己没控制住 是 哇 吴磊也突然间到门前去了 外围 哇 漂亮 上海神华队 抓二点球的机会 这一脚世界波的射门 看这个小球 打的是真坚决 是 就是压反弹 脚弓往里边 甚至是带入点低平传中的那种脚法 用最大的出球部位 来压这个反弹球 这下王海健是打准了 我觉得应该是先看 先确认他有没有在阅位的位置 然后再来判别 他是不是有干扰 前面他放了 肯定已经发现是先确认阅位了 所以再看有没有干扰 看看怎么拍啊 越位 进去的二点 结果奥斯卡左脚的没有选择自己射门 显然他对他的左脚信心不足 是 其实机会是非常好的 就今天啊 海港队传统的左路进攻 右路包抄打了很多次了 而且大部分呢 还都是右脚领到内线之后的斜线传中 这个威胁很大 这时候呢 是主裁判复明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